。 konden 是最不危險的 對,因為他以小血糖沒有那麼快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澱粉其實含量沒有這麼高 那它不加危險的,可以說像是白飯或是說麵包 那所以會建議說我們小吃麵包的毒 其實可以吃純苦類的食物,純苦類的麵包 那它其實以小血糖沒有這麼快 但是只要是澱粉 即使是全米骨類的澱粉 你吃多了才是會影響鹹糖 基本上我們遇到很多 鹹糖需要控制需求的朋友 那基本上他只要吃吐司 都會叫他說 你不要單吃白吐司啊 我可能可以夾一個蔬菜 然後夾個蛋 然後另外配一杯無糖豆漿 其實你吃白糖 這樣吃白吐司也沒有關係 我們也是運用混合的方式 不要單吃只有澱粉類的食物 那你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那消化就是不會很快變成鹹糖這樣子 會那麼快提升我們的糖分 之前我們有遇到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認成型糖尿病的婦女 那他可能來問我 就是說他這是不想要吃藥 不想打針 他想控制血糖 那他要怎麼做 那其實我都建議他說 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等食材先吃 那你吃完之後 你可能去吃個飯吃個什麼 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他的確也因為這樣的方式 然後讓他的這個血糖 其實穩定的很好 控制的很好 然後並且也不會有什麼 就是說需要看醫生打針 甚至他回診的時候 醫生說 其實你這樣操作下來 其實控制的還不錯 所以其實我們會看狀況搭配 但不是所有人都是用這個方法 因為你的血糖 比如說可以高一點點的人 你還可以這樣做 那如果你的血糖是五六百多 那可能還是要就是 要經過醫生的同意 也是不需要有很慘的狀態 我們要認識你的血糖 他是一般的滿足 是否有什麼